大家好,我是mattiewhatchell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6日 刚刚在网台拍完片,得过港字 今天就有几位中山的南美柳虎主 上了网台讲述一下他们受欺骗的情况 继而他们做了什么行动 得到什么回复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被欺骗 他们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局 我在这里说一点就是一帮香港人 其实整帮虎主加上都百多人 每人损失的金额就30至50万 就一起在一个中山市的楼盘 叫亚洲广场买了一些单位 都四五年时间了 然后又说反租 又说你买完之后帮你租出去 然后帮你收租 这些一天都没有兑现 房产证给了你 但是你又进不了去住 又没有装修 因为基于一些批文没拿到 施不了工去做 这样纏绕了四五年 这帮虎主也都找过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门 或者机构 到他们真的构造无换了 竟然就找到我黑超 就是我都觉得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 或者在这个KOL世界里 得到过很多东西 那我们都应该要回馈回给大家 就是今次帮他们去叫做发声 香港人 融入大湾区 谁知道 得出在中山 购买烂尾楼 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是有责任去揭露给大家 几方面 第一就是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希望可以制造到一个舆轮压力 令到他们可以有一个结果 或者一个回复 或者拿回血汗钱 因为其实真的很惨 其中有一个就是七十多岁的伯伯 退休公务员 拿了一副棺材盘 打算回中山退休 那边的生活指数低一点 谁知道被欺骗 是啊 是拿到房产证 但是没用的 这些是内地的奸商走法律 走灰色地带 设下的陷阱 詳情我不肯多说 大家留意 我们德国港字网台 未来的中山南美扭篇 不过我想说 这件事有几个原因 我一定要跟大家去揭露 第一就是当然 希望帮到这帮苦主 你问我途径 我已经想了三个出来 第一就是找一些中山市的政协委员 因为政协的职能就是 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 那现在 这些烂尾楼 根本就是民主监督的事 政治协商的事 怎样能够协商到 大家都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或者真是全心 制定这个陷阱 那些奸商 应该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苦主们应该要得到他们 投资的回报 这个是最重点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想藉着这个契机 我会不会跟华记 重收旧就好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些我跟他叫了架 基于黄志光的事 我觉得 这次有一帮苦主找我 而这么巧 他也是做地产代理 也有卖大湾区楼 他会不会有相关的经验 或者相同类型的苦主 可以跟我们混合一混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 令到我和华记 和华哥 能够重修旧好的契机 这是我自己个人 还有就是 我可以找何律师 战狼回归 战狼三百回归 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和华记和何律师 一起组队参选 都是两年前的事 適逢现在 何律师在内地 有这个律师的执照 他又愿不愿意 去帮这帮香港的苦主 新界西的居民 虽然他转了跑道 但以前他直选的那些是新西 这帮人 以前是他的选民 也有投票给他 希望他都可以帮他们 我觉得 是这几个途径 当然最直接 我们是找到 中山市的港区政协委员 他们开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 提出有这个问题 让人大去讨论 人大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最高权力机关 他是应该可以处理到这些问题的 我们香港19年这么大事 都是透过人大 去帮我们订立国安法 完善选举制度 去修正我们香港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 整天都说要香港人中港融洽 如果你内地这些奸商 有这些陷阱 去欺骗我们香港 打算回去养老的长者 整副棺材本拿回去 真是很可憐 有这些人 我们是否真的要帮他们 特别是那帮掛着 中山市港区政协委员那帮人 就是他们要做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 不要好像以前的人说 港区政协委员就是做花瓶的 你们其中一个 我觉得最可以用的职能 就是去保障我们香港人 在内地的权益 甚至可以说 因为那帮苦主讲很多 他们没有居民证 没有内地的身份证 其实很多政府部门 都不能接受 他们在香港 投诉又基于一国两制 香港政府其实做不到些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或者我的网友都知道 我十几二十年前 被人偷了一只劳力士 那只劳力士 是我人生第一只劳力士 谁知道我找国际刑警 帮我查 在澳门某一家当铺找到 有了当铺 有了当纸 有了身份证 原来是我的中学同学偷的 得到来香港 上庭 都是告他不进的 因为一国两制 因为在澳门发生 因为当铺是在澳门的 其实很多这些制抓的 逃犯条例修订过案 为什么要有 是有原因的 很多事情 所以 不能怪我们香港的政府 虽然那帮苦主 最怪是他们 因为他们求助无换 一个正常的人 你又怎么会想到 你要找政协委员帮忙 这样在两会里提出 这条道路去做这件事 正常 或者叫普通的香港人 是很少会想到这条路 那就希望 我真的可以帮到他们 也都希望 这件事是我们做KOL来说 就是一件意义大些 或者叫真的帮到人的事 那就大家 帮忙密切留意 也都 网友们 如果你们不介意 帮我和华记说一声 或者 转一转给何律师听 就是我希望 他们会 乐意帮这帮人手 因为他们的群组都 整百人 一百个人 那就 今天分享到这里 大家麻烦 留言订阅分享赞好 不过港字 和我黑超哥的频道 谢谢 拜拜